坚持和努力一定有结果吗? 我们有很多相关的话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那能不能胜利? 即使胜利了,可能也就那一两个人 其他的,全都成了路上的垫脚石 炮灰,很难停 但是,总会有那一两个 或者,即使这一次失败了 可能这些人都不在 但这个精神,种子已经种在很多人的心里 那看你这个心怎么想 有些人可能认为雷锋是傻子 那我不学他 他往相反的方向走 也难免 但是总有往正面走 其实说这个正面 我们最好还是根据当时这个事的情境 作为前车之鉴嘛 也许你换一个时代 就成功了 那么还有一句话 叫坚持 努力跟选择哪个更重要 跟机会哪个更重要 以及 跟什么人际关系 什么哪个更重要 这都是不一样 但是很类似的问题 哪个更重要 哪个都重要 哪个好用 哪个用得好 哪个就重要 那分情况 但如果是宏观上方法来讲 你努力 脚踏实地 没错的 当你选对了目标 那是定位 终点 也许你找到了 有些人真的没有 但是他方向 如果是对了 朝一个大方向 有人引领 或者先走着看 大的方向是有了 最终结果怎么样 不知道 这过程再重要 更重要 总有一天 火山开了 发现新大陆 之前没发现 也不知道 所以 能有目标更好 没有目标 方向退了 也好 然后 才是脚踏实地 努力 坚持 速度 这是一类的 你才能离中点 越来越近 才能希望 越来越近了 才能看到希望 但你说方向错了 那不是越走越远吗 但老天总给我们一扇 窗户 地球都是圆的 椭圆的 反正你方向反了 绕到头 最终 还是能转回 只是这个路 这路漫长 但也不是说 不是路 就有人 憋着来 又有杠筋 那么还有一些修道主 反其道而行 专门考验你 专门考验自己 专门挑战 你看什么事 重要的事 真的值得如此 顺泽圣人逆成仙 什么叫逆天改名 逆天修道 你才能超越这个 日月五星 作为不在五星中 脱离这个地球的磁场 那个说的太遥远 努力踏实 这是最基本的 但当你看到 更宏大 更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 也该站下来停一停 看看是不是做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你总有说过 而且越来越成熟 越有信心 你看很多大拿 就是这样 一通百通到最后 这方面我行 别的倒 随着的 也有